为在捷安乡的慈恩哲思之秋 2021年8月曾邀请到阿美竹树皮部工艺师徐香兰 合作开设有购栅树皮部亲子言心云 今年3月透过原住民主委员会创业资金等单位的辅导 以玩艺术落脚在哲思之秋 开启了购树皮传统记忆传承 这次端午年假也带来了购树皮的体验工作方 邀请民众用树皮做一个带有艾草香气的端午节香包 为在捷安乡的慈恩哲思之秋 在2021年8月曾邀请阿美竹树皮部工艺师徐香兰 合作开设有购树皮部亲子言心云 今年3月在女儿徐婉玉的协助下 徐香兰母女党洗手成立一碗艺术落脚在哲思之秋 在文化部的112年青年春落文化行动计划下 断文年假带来邂逅绑炸树皮部文化记忆讲述计划 透过体验工作方邀请民众认识购树 这一次是文化部的112年青年春落文化行动的计划 那这次文化行动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增加青年跟大众 跟树皮的可敬性 但其实树皮尽管我的母亲已经做了15年之久 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购树是什么 所以这次的展览就是除了有邀请花莲其他四位工艺师 一起共同展览之外 特别针对构树的这个植物做了比较仔细的介绍 对有像它的全株可使用 那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它的叶子可以怎么用 它的果实可以怎么用 它的叶子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的树皮它的乳汁它的树干都可以使用 在这个展览里面都有呈现出来 还有这个构树在自然界里面的角色 它是一个先驱植物 那它的叶形又有什么生存策略 都会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做介绍 这四位工艺师都展现了树皮不同的做法 可以让大家知道原来树皮它这个材料 可以有这么多应用的方式跟呈现 然后我们也透过周末的两天的工作坊 就是让民众可以参加 然后让大家可以从亲身体验 然后知道这个树皮的美丽 静态展区部分 则展出从事树皮艺术多年的徐湘兰 林永梅 林佩隆以及李欣等 不同供应师的树皮创作 并结合户外空间大型装置艺术 且邀请更多民众 从日常生活了解构树 在大自然扮演的角色用途 增加青年和大众跟树皮的可敬性 也趁着端午廉价 让民众亲身体验用树皮制作个人端午香包的自然魅力 记得蒋包眼前相报导